澎湖調查站秘書張志仁也在復興航空澎湖空難當中受了重傷 晚間7點多由直升機後送到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治療 看到這一輛畫面當中救護車飛奔進入高一 躺在單架上的就是澎湖調查站的秘書張志仁 因為傷勢嚴重目前是靠葉克膜維持生命跡象 原本計畫有一早的醫療專機載回高雄 但是考量他的傷勢太重了不宜搬動 下午1點多高一派了許多位醫生飛到澎湖 經過評估之後徵求家屬同意 把張志仁後送高一治療